現在女生怎麼 對啊 很開放 對啊 100個小孩 因為他們小一小二 我覺得小一小二 可能還沒有那個 就是概念 沒有數字的概念 OK 好的 那第三題來啦 第三題 如果再生一個小寶寶 兒子比較想要弟弟還是妹妹 呢 弟弟還是妹妹 他又笑了 他每次都一抹神秘的笑 還是你兩個都想要 沒有 都沒有 他笑起來真的很帥 很帥 1 2 3 都沒有 Dylan請公布答案 都不是 都不要嗎 想要弟弟對不對 對 想要弟弟喔 可是我之前問他 他說他叫我幫他生個姐姐 我說我沒辦法幫你生姐姐 除非我把外面的找回來 喂 先不要 大哥哥呢 大哥哥也一樣啊 那跟姐姐有什麼不一樣嗎 你為什麼想要 姐姐是女的 哥哥是男的 你為什麼想要弟弟 想要跟你一起 就是看角落生物 然後可以打打到這樣 不是 跟我個性不一樣 但妹妹你可以照顧他 呵護他耶 我有個同學 他有妹妹 他被 所以你就想說了一個弟弟 所以他之前跟我說 他想要一個姐姐 他覺得姐姐可以照顧弟弟 可是現在又不一樣了 對為什麼小朋友都會講說我想要 你不是有跟我講過 你什麼都不想要 那為什麼現在想要啦 你是不是雙子座的 你是不是雙子座 題目不是說是那個 如果得生一個要 對啊 如果好不好 如果還要選的 那如果可以選生還是不生 你要選生 不生 不生 想要獨佔爸爸媽媽的愛 啊 你長大就知道孤單了啦 會嗎 會啊 你幹嘛現在嚇他啊 他以後也一百個小孩 好不孤單啊 只說滿台 全台灣都是你的 是的 好那接下來呢就是說 你以為可以溫馨多久 是不是 是不是 接下來就是要面對現實 再怎麼樣感情好的夫妻 再怎樣同窗共整的夫妻 一定都會有秘密 驚天動人的秘密 究竟這個秘密是什麼 聽說秘密這個板子已經寫在 已經寫在板子上面 已經在大飛那 已經在我這啦 欸 真的 我怎麼覺得你每次要破壞人家 婚姻的時候都好開心 真的是嗎 婚姻終結者 我看出來有這麼藏不住嗎 有 像游欣聲 這是男方還女方 男方的 是什麼 侍鵬哥的秘密嗎 侍鵬哥的秘密 我覺得 這個 我覺得這個有點大條 我覺得你先讓宇峰哥看一下好了 好 對啊 給兄弟看一下 先讓宇峰哥看一下 該不該公布 由宇峰哥來決定 但宇峰哥知道他私底下 有這件事情嗎 你知道嗎 對啊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身為兄弟都不知道 這麼假的啊 那你覺得這件事情 爆出來會有一個風波嗎 如果站在我的立場的話 我 你也會這麼做 對 你也說你也會做這件事嗎 對 所以你理解他 我完全都可以理解 所以他們是好朋友啊 可是你剛有看到板子 如果是另外一半的老婆的話 知道 我這個量有多大 就是如果真的是很大量 我沒辦法接受耶 而且是不是成癮 對啊 這是有一點成癮 這我沒有辦法耶 你們這樣描 你們這樣描述 好像人家會聽到別的地方去 這個量有多大 這個量有多大 跟電腦的低潮沒關係 所以你覺得可以公布嗎 你覺得可以公布嗎 可以啦 是龍哥的秘密 他有一句話說 頭來過心就過了 這如果真的過的話 那就是 就一般開 李鑫如果沒有表情 我們就 今天不用頭了 就open這樣 那是沒有得到答案嘛 如果答案真的重的話 那他應該也笑出來 我先問一下李鑫好了 你覺得你老公會有什麼秘密 瞞著你嗎 他應該沒有多大的事情 能透過我的眼睛吧 這個很大耶 這很大事耶 這大到不行耶 而且這你還沒發現的話 是蠻嚴重的 嗯 這個可以 哇 他不是一點點都是大量 我應該 他的事情我應該都有知道 只是有的 有的一部分事情 不點破而已 這個是一瞬間 可以讓人家死掉的 這種事 一翻兩瞪眼 就是爆炸那種 好 我們先讓宇峰哥回座 這怎麼你 你被我偷買賣軍火 哈哈哈哈 他偷買賣軍火幹什麼 真的我覺得沒有 不是什麼大事情 真的 因為這個已經是很明顯是 士朋哥的被爆料嘛 你是被爆料的這個人嗎 嗯 對 偷偷跟我講 我真的覺得還好還好 你不要想太多 真的還好 等一下 這件事情你有做嗎 欸 你 大量是多大量啊 大量啊 看我心情啊 哇 那 那挺大量的 哈哈哈哈 挺大量的 真的是有時候看心情 你通常都什麼時候在做這事 通常啊 心情好啊 還是情緒來的時候 情緒來的時候 開心的時候就多一點嗎 開心不開心我都會做 都很多嗎 一天會 一天會有一次嗎 不要說一天 我一個禮拜會 好幾次 好幾次 哇塞 欸 你真的體力這麼好 你這麼急啊 當然 哇塞 好精采喔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內容囉 好 等一等 不是 不是什麼你都知道 不是啊 我有選擇 我想不想知道吧 我覺得你 難怪叫你生二寶你不生 你覺得我是蒙在鼓裡比較好 還是面對現實比較好 我覺得你要知道 我覺得你要知道 不然我覺得這走不下去 因為趁現在還發現得早 趕快幫助他 趁現在我改嫁還比較好 是不是 還年輕 還年輕是嗎 對 好 好 來囉 一二三 賭信堅強 私下偷買大量彩券 哇 這個還好吧 你知道這件事嗎 對啊 我知道 但是 因為我常常在我們家的 就是各個角落 衣櫃抽屜裡面發現的彩票 可是 可能就只有部分對不對 對 部分 他沒有中沒有把它丟掉啊 他可能就是 因為買回來要藏起來 他因為對獎可能不是當天 哦 對 為什麼 你是本來就有這個習慣是不是 買大量彩券 沒有沒有 公益嘛 公益彩券嘛 對不對 做公益嘛 那當然是 一方面做公益 另外一方面就是因為 你知道每個人都會有 發財夢 對不對 而且我又娶了一個 這麼年輕的老婆 我小孩這麼小 我想說 所以 以後多留一些給他們 所以我 合力 合力 努力 可以啦 你很厲害 你現在又可以了 對 問一下士朋哥 你的大量有到五位數的大量 就是他每次買完都是這樣拿 扛回家 人家內褲啊什麼 襪子的櫃子打開 打開 全部都是彩票 全部都是彩票 五位數 不止 沒有沒有 有時候有幾次最高 是一個月有到五位數 各時才確認上多少錢 那都是 那個獎金累積到非常高的時候 我才會狠狠地下去買 對 五位數可能是一個人 一個月的薪水 各時百錢 萬啊 你有那麼多錢啊 你又被反應有點太慢了 你現在才知道事情嚴重 沒有 本來我很淡定 是因為他 他有多少錢 我心裡有輸 因為他是來我這邊領利用錢的 所以有私房錢 對 他有私房錢 而我也又挖到一個 真的沒有私房錢 不要再提我 都沒有私房錢 我可以分享一個 分享一個是 我爸爸呢 他也是有常常買 這種所謂的 彩券 彩券的習慣 但是呢 他買的量很少 可能一個禮拜就買個 可能就買個100塊 然後固定喔 他這樣買了一輩子 那他中了沒有 六個號碼嘛 他中過五個號碼 真的啊 也差那麼一個號碼 我們就不用再拍戲了 你中過嗎 我有中過一兩萬的啊 所以他才有這個錢去買啊 還是你有中了 你根本沒有公布啊 你們沒聽懂 他說不定已經中過 他說他中一兩萬啊 所以他才有錢去買 這是他的賽季啊 說不定早就中過頭獎 你說他私房錢 從他這邊拿的啊 我中頭獎 我還在這裡 我還在這裡跟你 要低調啊 要低調 可是宇峰哥剛剛看了 他說要是他 他也會這樣買 幾萬 頭如果過心就過了 對不對 不是不是 這是擲轎的一種形態 我們這個其實現在沒有買那麼多啦 那是以前還沒結婚的時候 會有時候會真的一口氣就 尤其是獎金累積到很高會買 現在結婚後沒有這樣買嗎 沒有 現在就很收斂了 九大爛 真的沒事就是一個禮拜買個幾百塊這樣 我知道他每個禮拜會買個幾百塊這樣子 我不是很支持這種行為 因為我覺得他從來沒有給我希望過 他從來 我們結婚十多年了 從來沒有中過 我覺得啦 會中就是會中 所以可以一個禮拜固定就買那麼小小的 一堆一堆 真的會中就是你的 我真的覺得這不是什麼大秘密 但是我老婆以前有念過我 說不要把錢丟在那個沒有希望的事情上 在池子裡 我知道每次買 不管一張兩張三張他都會念 然後我想說 那以後我還是會買 那就藏起來不要讓他知道 可是我藏的地方不好 他常常翻個衣服 這裡怎麼一疊 那邊好幾張 他根本沒藏 他全部放在口袋裡 回來也不拿 不是 你知道 他從來沒有中過 動不動那個 彩晶開會累積到子儀的時候 老婆老婆 彩晶到六一 彩晶到十幾一 我去買一張 然後我心裡想說 但是我很好奇是 彩晶到二十一 跟你有一毛錢關係嗎 這麼多的號碼 你都用什麼樣的號碼去猜這個 我之前用他的生日 但是買 歡迎他生日很衰 你們還有用電腦選號喔 也有啊 我不會一次只買一張 對 算了 所以我的生日 不要再挖了 不要再挖了 越挖越多 對啊 婚姻的和諧 真的 接下來就要感謝 感恩的怕了好不好 因為其實孩子長大 總是會離開家 因為很常跟大家講就是說 不要去忽略你的另外一半 因為會陪你到老的 會陪你到中的 是你的另外一半 是 而不是孩子 因為孩子 終究會有他的生活嘛對不對 所以現在就要對對方說出感謝的話 那我們讓夫妻準備一下 我們先讓雨鋒哥來說好了 從好友的角度 你看他們這樣結婚 從交往結婚 現在生小孩 你有沒有什麼話要跟他們說 因為我認識士芙 也是從他單身開始嘛 然後看他認識李星之後 真的他們是一個很 也是一個很 很棒的 很棒的一個 一對組合 那真的是 我覺得我自己走過來的 我希望說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再生個二寶 給兒子做伴 所以他心裡面 你看他剛剛 一開始小時候講的 跟現在不一樣 是因為他真的希望有個伴 而且你沒有年輕對不對 對 基因又好 對 生了吧 生了啦 加油 現在就生 現在就生 生一個女兒是嗎 我們那個窗簾可以拉起來 如果老婆怕累 我不會勉強 也不會麻煩他啦 我可以 我姐姐找回來 喂 OK 這個是雨鋒哥對他們的情緒 對 因為我自己感同聲說 是因為我 我女兒 我是生兩個嘛 然後像六日的時候 他們 我們可以睡得很晚 因為他們可以起來 就自己在那邊玩了 很有伴 哇 你有兩個女兒 對 我兩個女兒 你以後有兩百個孫子耶 天啊 想到這裡 然後他馬上打電話回去 你有沒有跟別人講 氣噗噗的 氣噗噗 那李欣你來台灣也十年了 現在來台灣也十年 有沒有什麼話 想要對家鄉的父母說嗎 對我父母說 謝謝爸爸媽媽當初的信任跟成全 對 請他們放心 我在這邊過得很好 嗯 是我欺負他 你放心 哈哈哈哈 你現在回頭想想 有沒有很感謝你那乾爹 有沒有做這個媒人 蛮感謝的 嗯 對 雖然我覺得我乾爹應該也是耍我了啦 哈哈哈哈 但是對 就是 他應該還是瞭解我 然後也瞭解施鵬哥 所以他會覺得我們兩個合適 嗯 那對於施鵬哥呢 你有什麼話要對他講 施鵬哥 嗯 謝謝他這十年 對我都這麼照顧 哦 對 我照顧 然後 娶了你 當然就是要照顧你啊 啊 那 我要跟我老婆說的就是 你這麼大老遠嫁過來 當然在中間 不管是跟家人相處上 還是跟朋友在外面遇到很多事情 你受了很多委屈 我都知道 那我會讓這些事情以後 盡量不要發生 然後 我大你那麼多歲 我會答應你 我會 努力的活久一點 好好陪你走到人生最後一站 哦 你要看 因為我常常在擔心 你知道 男生的壽命本來就是比女孩子短 男女又大那麼多 說不定我以後走的時候 他還很年輕耶 所以我們之前有在討論說 如果我走的話 你就找一個對你好的人 你再去沒關係 哦 那 當然是不要啦 我在天上看的人會吃 我改嫁的機會了 聽得出來 施鵬哥是非常疼 李星 真的耶 很疼很疼 那 Dylan 妳有什麼話想要對爸爸媽媽說嗎 好可愛 好幻哦 最實際的一個 真的 其實婚姻真的並不複雜啦 就是複雜的是人心 那夫妻關係 其實就是像親密的朋友 如果有時候可以找到一個 又懂你 又同樣是好友 同樣是知己 同樣是老師 亦師亦友 又同樣是親密夥伴 我覺得那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情 在一起就是緣分了 就祝福大家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喜歡我們的節目 可以在哪裡看到呢 歡迎追蹤訂閱 聽媽媽的話的 粉絲專頁 官方IG 還有YT頻道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拜拜